哈喽,我是小改人 好久没来王一雪不跑啦 姐姐,我还以为你没赶了 不敢来玩吗 才没有呢 不就是惊吓的次数多一点 我才不会退缩 好家伙,第一关就让我走岩浆独木墙 下面还掺杂仙人掌 真够狠 幸亏距离短,两三步跑过去啊 第一次阵也不算什么难事 直线大胆走 拐角的时候,按住前行键 摇摆摇摆 哎呀,摇过头了 我严重怀疑作者超爱看电影 投文字帝 而且我有证据 不然这第一次阵怎么弄得像 秋名山之路,三路十八弯 还好我自幼练习舞蹈 柔韧性不错 左右左右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哇,总算出来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是冠虫第一次 穿过密集的冠虫第一次 绝对不能着急 看着脚下的方块 早准中线慢慢走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稍有不慎 就一夜回到解饭前 不愧是我 稳如老狗 离出口进一步这样啦 哎呀 哼,好气啊 俗话说 是一定长一致 同样的作物 我更感受不会放第二次的 好嘞好嘞 就剩最后一步啦 这距离有点远 保险起见 吃个烤鸡 打卡保平啊 这是铁人三项吗 摔死 杀死 蹦死 一致性全来了 凌微不浪 小心走 想看到我 再试其多一百项陷阱吧 嘿嘿 按照前行 越过流氓金沙 轻轻松松 完成铁人三项 到了休息区 先吃块蛋糕 压压惊 哎 血量还增加了15点 不过 面对前面的虚空陷阱 还是没用 给凭技术才行 这关是青瓜跳 很高原节奏 小跑碰不到加速袋 大跑冲破头 反反复复经历了二十多次失败 终于把握节奏了 身体轻轻往前倾 后脚重力跳 最后一个了 好样的 总算镀截成功 哇 好多水尖鱼呀 问题不大 有荷叶 就有轻弓水上飘 凌波微步 又来了 虚空蹦蹦传 看之下面一望无际 腿忍不住哆嗦 比玩跳楼鸡还刺激呢 呃 赶紧打个卡 最后一关 迷你八大陷阱全来了 大炮 地质 弹簧 投石器 光虫地质 火辽 大坑 仙人掌 坐着坐得够狠 小心翼翼 一点一点挪动 目前还算安全 Ready Go 毛坛一定不能走 十有八九四坑 你看 下面空空如也 哎呀 够哇 原来还藏有仙人掌 还要再来一遍 呃 终于 啊 谁 流氓攻手 他瞄着 零野花都来了 还好点到纯掌 达四鸟 我要你偷吃 有了前面的经验 后面的路如履平地 哇 啦啦啦啦 我通关 更屁啦 没想到最后才是大坑 只能远路返回 随着鱼塘 拿钥匙 相当于 一条路坑了四遍 真的被坑惨啦 A few inches later 鱼匙拿到 一波十二八折 终于终于吃到星星了